大家好,我是封信泽 又准备去摘菜了 这个黑色的小菜池里面 现在就只有红薯叶了 韭菜,小青菜,小白菜 全部都被我摘掉了 今天可以去摘一些紫杯菜 紫杯菜又长长了 看我的丝瓜又接上了 这是一颗丝瓜藤 上一批的话摘了有31条 然后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现在又开始陆续的挂上果子了 我套上袋子的都已经有15、6条了 看看这一批它能够接几条 今天也可以摘点梅豆 紫瓜今天有两条可以摘的 这还有一条短短的 这个也把它摘了吧 差不多了 三条 可以吃一顿 再来摘点这个扁豆 这个扁豆特别爱找虫 我最近有时候会用那个茶肤大蒜酵素 或者是辣椒酵素喷 喷了之后会稍微好一些 没有那么多虫子 但是偶尔有些还是会找虫 比不喷要好得多 还是有一些长了虫子的 反正这个扁豆的话特别爱长虫 如果不管的话 可能全部都会被虫子给咬了 至少喷了以后大部分的还是好的 再来摘点这个紫杯菜 趁着这样子嫩嫩的时候摘 比较好吃 不要让它长得太长了 再掐有个七八公分八九公分 反正十公分以内就给它掐掉 这样子嫩嫩的拿回去也不用丢 就直接洗了草就可以了 漂亮 最后再去掐点红薯尖 我不喜欢吃红薯叶那个杆子 所以我喜欢掐尖吃 最后种在铁桶里面的红薯叶都已经长这么长了 这个枝条差不多有三四十公分长了吧 反正垂下来都跟桶的长度差不多了 我把这个尖给它掐了 不让它长得太长 再长的话就除到地上去了 把这个嫩尖掐来吃掉 把尖全部给它掐了 每根的尖我都给它掐掉 这个比较少 再来掐连接一种尖 这个红薯藤是一直掐叶子掐尖吃的 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接红薯 把尖擦了 我又要给它剪短 好 这是今天的收获 紫杯菜 红薯尖 三条丝瓜 还有一些扁豆 时间过得好快呀 转眼就要天黑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我是封星泽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